主持人 手寻影金 那个讲者是来自香港的Soluli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Soluli 是来自香港的 我也是Trace.more的作者 今天要说的是最终动画极图 处处的搜寻引擎 那建议大家去用手机 打开这个桥连结 因为里面有很多URL 你们可能会需要看更多的资料 所以的URL都在Github上面 是不是要关门 那我开始之前 我先问一下 你们有看动画的 可不可以举一举手 看动画的 喜欢 ECG的 对 哇 很多 非常多 那太好了 那这个题目呢 主要是看 是 关于一些 big data和图像处理的一个主题 先说一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搜寻引擎呢 主要就是 我在论坛上面看到很多用户 都问一个极图的 一个动画的极图 到底是来自哪一套动画呢 或者是有时候 他们其实知道是哪一套动画 比如说这个 我们都知道是Love Live 但是 你知道 你记得是那一集吗 记得还是 来自电影 还是来自那一集呢 那这样的问题 就比较难 比较难去回答 另外的用途就是 有一些游戏 在论坛上面带家 去猜猜一个极图 是哪一套动画 那有了这个工具之后 我们就有方法 去有效地去找出来 那我做这个搜寻引擎的时候 大概是在2016年 就是三到四年前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搜寻引擎 很多都不能找到动画 比如说 Google Image T9 IQDB 之类的 都没有方法去找到动画 而Sauce Now Sauce Now 在几年前 还没有把动画 加在里面 那我先示范一下 那运作是怎么样 比如说 我在画面 随便找一个画面 就这个吧 然后把它贴上去 几秒钟就找到它处处 然后这个是非常的魔旅 在第十二集 然后会有一个预览 影片的预览 下面就有一些动画资料 就是这样 那下面的动画资料是由anylist.co提供的 然后要解释一下它的运作原理 它是一种基于内容的图像搜寻引擎 那它是一类叫做CBIR的电脑程式 但是这个在Wikipedia上面会有很多的资料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属于一种图像处理的程式 也是一类大数据吧 那是不是你怎么样定义大数据 但这个跟AI machine learning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 所以现在就解释一下 那个图像描述到底是什么 图像描述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个图像 上面的颜色的分布是怎么样 或者说我们要知道它的边缘 或者是pattern是怎么样 那这样就定了很多不同的图像描述的方式 以Trace the More就使用了Color Layout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Color Layout 对用体的需求比较低 而且对动画来说 颜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殊特征 世道方面它比一般的影片电影的视材比较鲜明 所以用Color Layout来做一个描述的方法是比较有效的 另外就是Color Layout因为能删除很多重复的画面 特别是在动画时期它不是24张的 很多都是12升级更低的画面更胜利 所以这样就能减小那个资料库的大小 然后就简单解释一下Color Layout的概念是怎么样 它就是一个标准不是我自己定出来的 那首先我们有一个圆图 我们把它分成八成八个 然后就计算每一个颜色的平均值 然后把RGB的西域换成YCBCR 然后做一些DCT DCT就是Discuitcositransform 转环之后就会亮化 把一些小数点都不要 比如说深蓝和浅蓝都是蓝色 深黄和浅蓝都是黄色 深黄和浅黄都是黄色这样 就是亮化 最后呢得出了一个数字之后 就用Sixset那个方式 Sixset的排列就是比如说这样 对打斜的这样的 把这个2D的图像变成一个线性的阵列 最后提出来的ImageHash的图像特征呢 这会将一段字串 一段就是一段文字 那这段文字就描述了这个图像是怎么样了 那这个ImageHash跟我们一般应试的Hash不一样 一般我们用的MD5SHA那些Hash 他们对原资料的改动非常敏感 就像是一个bit一个byte的改动 都会产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Hash 但是ImageHash不一样 它对原资料的改动有抵抗性 所以就像我把一个图像放大 塑小 那也不会对这个产生出来的ImageHash的改动 有很大的改变 那然后有了这个Liar本身就是一个用来做图像处理的Library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网站 就是这样子的 那它实现了多种ImageHash的实作 那它也可以做Planter图像分析 那我就利用了它把它用来分析影片 那过程就是我有一个影片 然后我用FFMP把每一个一张一张的画面提出来 然后用Liar去计算那个图像特征 然后再删掉重复的Hash 再补上时间组 就要再加载到Sora的资料库 那Sora的产生出来的档案就是这样子 这个档案就会放到Sora的资料库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档案动画的Path 档案路径还有时间T等于多少 还有在这个时间点的ImageHash是什么 然后有了这个ImageHash 我们就知道它图像的三湿度 就是两段ImageHash的三湿度 也就是两段文字的Edit Distance 那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样大海浪的数据 四万个小时的动画大概有接近十万套 这会有三十四亿帧的画面 那要处理这样大的数据需要一些特别的处理 首先我用一个running window去去掉重复的Hash 但这样的做法还需要比对接近十亿个Hash 所以呢 这里Liar就提供了一个方法 用locality sensitive hashing 去减少它需要搜寻的街道库的位置 所以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就只需要比对一百到两百万个Hash 这样的按照现在CPU的处理能力来看 这样还是蛮OK的 那刚才产生出来的档案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些编码 这些编码都是用来加速搜寻的 这也是一个描述这个自创的一些特征 那就变成了一个好像你们用instagram下面的tag 把不同的资料分类到不同的cluster里面 那拿着其中一个cluster 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概相同的image hash应该在附近 所以这样就可以减少搜寻需要的空间 而这个locality sensitive hashing 产生出来的hash并不是平均分布的 我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你看这个图像 打横的这个轴就是一个ID 这里就是不同ID的popularity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小件的hash 可能只有几百个几千个tech在里面 但是有一些非常多 可以数百万到几千万个 那这样就可以利用这个特殊的特征去 从最小的cluster开始找 这样就会不需要找太多资料出来比对 然后找到满意的结果就可以停 因为基本上我们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记录都用来比对 因为其实我们不需要知道到底有多小个完整的记录 我们只需要记得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禁用所有的CPU 因为本身Liar是单线型的 所以在资料在搜寻的时候 它只有一个CPU在工作 那这样的做法就是把一个大街的资料库分成三十二分小的 然后在写入资料库的时候 就从最小的写进去 这样就能平均地把资料分布在不同的资料库里面 那这四小的资料库全部都在同一台伺服器上面运行 那现在还没有这个没有distributed computing 现在还是全部都放在同一台电脑上面 都蛮可以的现在 那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记忆体管理 现在资料库的体质是一百八十三GB 这非常大 并不是所有电脑都能安装那么多RAM 但是要把这些资料库都放在RAM才会保证搜寻的速度合理 另外就是要关掉这个swap 因为当记忆体不够的时候放在swap的话 那速度实在太慢了 所以这样不要用 另外就是这个VMtouch VMtouch就是把某一些在disk上面的档案放到OS的cache memory上面 这样对加速收起有一个保证 因为它只会在RAM上面取得资料 从来不会在SSD上面走 其他优化的方法 当然更多是比如更多RAM 用暴力的方法 然后就是干净搜寻的准确到 比如说只搜寻一部分的资料 或者说当资料太多的时候 就给它一个cut off 另外就是NVM eSSD 这个当几年前还没有那么多RAM的时候 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至少搜寻出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左右吧 但现在RAM够多的话 其实就没有什么关系 它只会影响到寄导库重新启动的速度 那这时候是现在的伺服器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CPU在里面 也有很多RAM 对 现在衣台就搞定了 还没有需要去用什么分散式的分散 另外就是要提高搜寻的准确度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都用一些有黑边的极图来搜寻 那对整个画面的准确度 都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在左边是有黑边的图像 右边是没有黑边的图像 那左边的相似度是89.4% 这样的准确度还是不太好 没有黑边的话 那个信心就提高很多 这样是用 这个方法是用了OpenCV的fine Contours 这样它会先把图像变成黑白 然后调整那个Fasthole 然后到了某一个点 它会最为明显的看到一个长方形 然后按照那个长方形 它大概就会知道黑边在哪里 然后这里就是要说说这个影片的预览 在Trey Samoa的Telegram Bot里面 它在回送这个搜寻结果的时候 它也会给一个影片的预览 那个预览是用了这个方法去把一个镜头的画面剪出来 那它就要知道那个镜头的开始的时间和完结的时间 以前没有这个方法的时候 就用一个固定的前后几秒的方法去剪 那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它会把一些不熟于这个镜头的画面都剪出来 然后使用者就能利用那个多出来的画面去进行更多的搜索 比如说我示范一下 这样的问题就是 就是它会找到越来越多不熟于人本那个画面的片段 那它有可能它可以把整个动画都给搜寻出来 那样可能在版权方面有一点问题嘛 所以就用了这个方法去保证 那个产生的影片预览 只会出现同一个镜头的画面 那它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画面的搜寻结果 那我就要知道 为什么我在这里叫停 为什么我在这里就是这个镜头的边界 那它的方法其实是非常的简单而暴力 那其实就是把所有真的像素的数值都加起来 就是你RGB的数值加起来 然后就变成一个数字 那下面的这个片段 就会有一个线性的阵列 这个Linear Array of numbers 就是数字 然后就向前面和后面开始找 找到直到那个数字超过某一个指定的发丑 这是固定的发丑 这样就停 那时候就会知道这个镜头的镜头在哪里 那准确到蛮可以的 但不能太高 因为这样其实是一点 你知道 准确到87%真的不能再高 因为其实这样的做法就是蛮简单的 但是大部分动画的画面的它的镜头改动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单看数字的话 其实效果也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Telegram的Bot Telegram的Bot 现在就是用了这个技术 但是Web还没有 Web用了 因为其他原因所以还没有 所以你们可以比较一下它们的分别 这里就是系统开关 我不在这里做了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 所有的关于这个项目的程式都是开源的 你们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 然后如果你是开发者的话 也可以看一看API们的 未来的计划 当然有一些你们自己看吧 最后就是要多谢 开发Liar和LiarSolar的Mathias Next 还有就是提供那个动画资料库的API的Jaws 还有一些在Patreon上面资助这个项目的Patreon 另外就是有一些人回报一些安全漏洞给我 还有就是曾经分享过批评过搜寻引擎的人 最后就是要谢谢把动画带到这个世界的人 好 现在就是这样 你们可以在Patreon上面支持这个项目 还有就是我们有Facebook Page 还有Discord的Channel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问 或者是直接联系我也可以 我有Twitter Telegram 还有Plan 所以如果时间不够 去回答你们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再联系我 好的 谢谢 现场有问题吗